大家好,我是大树 在视频开始前 我要点名一下那些说我蹭流量 然后黑某政权的这几个朋友 那我今天这集是专门黑魔供的 我想听听你们的留言 给我几条热爱魔供的理由 那这里我还要点名这个朋友 那这个就很搞笑 他一上来就直接喷我 那我一不小心就点进了 他的油管主页 他上面竟然写到 大方块字的SB是最多的 接受不了不同立场 不同观点 各种人身攻击 真恶心 这就是华人劣根性 扯淡扯淡 你这不是王不淡吗 他还有脸说别人 接受不了不同立场 不同观点 你看他骂我就不是人身攻击了 而且你说华人是劣根性 你是不是在辱华呀 你让我磨变 你还得给我点磨变的理由 对吗 好上面就是让大家开怀一笑 下面才是重点 我们知道在国内有一群这样的人 他们身着警察的制服 却经常滥用职权 把人民按在地上制服 最近就有一群外地上访的人民群众 遭到了魔共执法者的区别对待 领头的这个魔警呢 既然对着上访的群众恬不知耻地说道 你们不是老百姓 我为人民服务 不为你们服务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一起见证这魔幻的时刻 记得点赞关注哦 现实最后三分钟 不离开啊 跟我进化清场 再不走的话 再拍出所 依法接受处理 我今天代表警方告诉你们 你们不是老百姓 你们不是来观光旅游的 你们 你们不是来观光旅游的 你们是来反映问题的 你们就是来上访的 必须马上离开啊 这个魔警头子的话 其实透露出了一个当局的 最真实的想法 那就是上访虽然是正规流程 但是在魔控眼里 那是属于违法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这位魔警要强调说 你们不是小老百姓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国人的意识形态中 小老百姓啊 只是过好自己的日子 它不涉及政治 所以呢 观光旅游 不是过来上访的 是过来闹事的 他是这个逻辑 那魔警呢 随后呢又强调啊 我为人民服务 不是为你服务 你代表人民吗 是吧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这意思呢 就是说啊 你既不是小老百姓 你又来上访反应问题 那你现在就不是人民了 因为小老百姓 不涉及政治 不闹事 而且会配合警察的工作 那在我对你提出警告以后 你依旧不配合警察的工作 那你现在就属于违法 这就是什么 寻衅之事 你就是过来闹事的 这个警察就是变相的 在给他们定罪 所以啊 我为人民服务 不为你 而且不是所有的人 都会像你们一样 过来上访 所以呢 你们再敢继续上访 那我就必须要抓捕你们 这个呢 就是这个魔警的逻辑 人是人他妈生的 腰是腰他妈生的 我忍住怒火 那按照魔警的这套逻辑 他虽然穿着这身制服 但是 他也只能代表他自己 代表不了法律 如果他仅代表他自己 那么今天 他对这群上访的人 采取的任何行动 那都属于违法操作 对不对 而且呢 我绝对有理由相信 这个魔警是个脑残 我没见过这么爱当炮灰的 那如果这个魔警 只是代表他自己 那么上面问其折来 是不是就该他倒霉了 因为他独揽了所有的罪名 那面对魔警的这般操作 上访的群众 也没有妥协 所以上访到最后呢 就被带上了警车 另一个人呢 就倒在地上 等待救火场 这个呢 就是上访的人的结果 他既不属于小老百姓 也不属于人民 他属于罪犯 所以 你过来上访 你就是在闹事 我就可以对你区别对待 我就可以对你执法 我觉得啊 魔共呢 也应该思考思考 枪杆子里出政权 暴力区别对待你的人民 这个时代他已经过去了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这是自然规律 这些暴力镇压 不仅不会让人们惧怕 甚至会让人越来越义无反顾的 去维护自己生命的尊严 因为被魔共迫害的这群人 他们连社会的底层都不如 他们是被魔警监视 甚至是到处被骚扰 连基本工作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一群人 甚至呢 他们的财产都要随时随地被冻结 可以说 他们是一群被魔共赶尽杀绝的可怜之人 所以呢 我也希望魔共的人想一想 这群活在绝望里的人 他最渴望的就是希望 哪怕只要有一点希望 他都会争取 可是刚有的一点希望 就被同样的一群人给消灭了 最后这群绝望的人会怎样 不就是反抗 甚至走上不归路吗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又不小心的黑了某政权 是吧 所以有些朋友呢 既然觉得自己和小粉红不一样 那我也想听听啊 你们到底为什么觉得 自己和小粉红不一样 好吧 说句心里话啊 我希望你们就不要再看新闻了啊 这个新闻不适合你们 因为新闻呢 就是蹭各种事件的流量 好吧 你们以后呢 就蹭自己啊 还能缓解骚养 所以其乐而不为呢 是吧 名字我都点了啊 我这里呢 不是宣战啊 就希望看到你们对魔共表态啊 我就打心底里佩服你们 所以各位朋友啊 我们一起见证 哎 这几个人的评论啊 我们看看 他到底能不能对魔共表态 好了 我是大树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 别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对魔共表态啊 对魔共表态啊 对魔共表态啊